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同志 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我就是以底下小罗罗 剩下的我啥也不知道了 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筋 直接导致他人死亡 这个事已经立案了 我们警方就是还没有公布 死亡 谁死了 不这咋能死呢 你说咋能忍死呢 你那是毒 死了不正常 不 不可能 不用跟那不可能 要不然怎么能摸上你的 我们能随便抓你吗 你现在啊 也不用担心你上面的人 这个事要是量行了的话 一时半会儿你出不去 不对啊 如果他这两车毛巾都是毒毛巾的话 一车去拆分给灯头 另外一车运进酒店 那小光他们不可能扑空了 肯定能逮着 说明进入酒店的毛巾是干净的 那他把这干净的毛巾 和毒毛巾掺着运 就是为了掩饶木呗 不是 我有个问题 这毛巾出厂的时候是干净的 但是上了货车之后就变毒毛巾了 咋办到的 他们啊 我猜啊 是在运输过程中 货车进入一个隐秘的进号点 把毛巾加工成毒毛巾 随后才被运出 我有办法了 我知道怎么找了 你没事吧 妈 你还卸人胳膊 你今天卸了明天命就没了你心动 那咱就这么憋屈着 新疆那小子 还有那女的 这么牵制着您 您都能忍 我可忍不了 忍不了也得忍 你路得一步一步地走 事得一点一点地办 我现在做这些 不就是给咱汤入呢吗 大嫂啊 你在我那儿多好 边吃边聊 还有哥的汤喝 对哦 你在这儿你说 还有 小马哥人的 他传的觉 他不来 啥意思 小马威啊 你要不愿意等 现在就可以走了 小马哥 你姐那儿怎么样啊 紫姐她要是情绪有问题的话 你就让她把手头上的事先挺一挺 我姐最近看墓地了 想冲个喜 争取让姐夫判个死缓 能连宋康被抓那会儿 手底下有疑心的人 都给我姐给问死了 你放心吧 她听得住这事 你还记得 我在你家里留的字条吗 我会成为 在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怎么样 今天有做到吗 星海 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 我犯什么罪了 你有证据吗 你抓得了我吗 你真的以为 你能全身而退吗 我不能吗 你要是有足够的证据 你早就亮手空了 根本犯不着在这儿劝我自首 对吗